字幕提供 風水? 那Sanin要羅家嗎? 我說什麼就是什麼的啦 做神棍就是這樣啦 你老公有沒有出去搞機? 我開支掛抽一支牌就會知道 Hello,大家好 又回來我們神棍吳宜做這個節目 大家好 Megan,我們今天講什麼呢? 你最近有沒有看一單新聞? 陳振聰 跟我們神棍有關 陳振聰也是一個icon 他曾經也是一個叱冊一時的人 風水教很出名 老實說,陳振聰 他是一個風水師 無論他的技巧如何 但他可以單憑這個身份 可以有這樣的成就 B方面的成就 當然是金錢方面的成就 以及感情方面的成就 都是很罕見的 其實都是會說 即適逢他 今天出冊 我們就用陳振聰 講一下陳振聰 以及教一下觀眾 如何提防一些江湖手法 好吧 或者我們也可以舉一些例子 例如做我們這一行 有什麼情況 大家可以有防範的心 當然 跟你說這一行千變萬化 消費建議 良心節目 我們這個 Alex啊 其實我做這一集節目之前 都有上網看過少許資料 對 陳振聰 畢竟他入獄也有一段時間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好像一三年坐 八年 所以其實 對他的印象 都已經開始淡忘了 沒錯 我看回資料 原來他做這個 所謂的騙子 原來他本身已經有前科 絕對是 這傢伙 即是他的樣子 即是無論他的樣子 還是他的命 其實都顯示了 其實他都是一個 天生的一個騙子 是的 那個八字 我們知道 待會有機會再講 但是我們如果 單純 你說看陳振聰 他的樣子走出來 哇 你看 這些就是樣子看起來 好像很正氣 你這樣看下去 對啦 他這樣吊成一個 那個什麼 賣白花油 這樣 四萬 四萬 才看著你 那他的眼神 又不是那些 閃閃縮縮縮 陰斜斜的 是的 這些才是 最騙到人 因為他的樣子 即是沒有我們傳統 對於那些騙子的印象 是啊 其實很難搞的 如果我不認識的 我看下去這個人 他的樣子 真是正正常常的 哦 這個呢 真是露露他的樣子 表面上看起來很正常 但是我們其實講 看片子最重要是看什麼呢 看眼神 一般我們講 那些會眼神閃縮啊 說話不看人啊 這些是那些叫做低級騙子 嗯 真是騙大錢 找大茶飯那些 一定是看起來是很 正直 那可以怎麼分 但他這種正直 他不是 他沒有那種真誠在一邊 是 你明白 一個人正直的時候 一般來說他都是真誠的 就是兩種 其實有時候他會有個等好在那裡 就是我一個正直的人 正常來說我對著一般人 我不需要掩飾 我不需要去 就是去做作的嘛 是不是 但是你見他不是的 他的樣子雖然看起來好像 眼睛滑滑的樣子 但其實他不 他的樣子 他沒有一種真誠的感覺給到你的 就是我們講他的眼神不得真誠 嗯 他的眼神不得真誠的時候 那就是其實 後面他所有東西其實已經可以推翻了 他的眼神不得真誠 就是他很多東西是假裝出來的 他假裝出來的時候 無論他的樣子看起來多正常都好 嗯 其實這一堆東西都是假的嘛 不是真的 但是呢 你說眼神真不真誠這一件事呢 那其實都是憑感 可不可以說是憑感覺去判斷 還是還是具體上都可以有一個 怎樣分別的方法呢 如果我們講這些高級騙子呢 單憑這個樣子 普通人其實很難分得出來的 嗯 反過來如果普通人分得出來 他就不會騙到你了 是不是 是 對 對 就是如果一般正常人這麼容易 知道這些高級騙子是真的騙子 嗯 那就不會那麼多水於落答了 嗯 所以只能夠這麼說 這一種那個程度比較高的那些呢 嗯 我們就已經不可以從五官上面去分析了 嗯 你看坊間教體相那些呢 很多教你看五官的嘛 啊看他眉眼鼻拳 嗯 啊鼻又點點點 或者口點點點就是騙子了 嗯 其實不是的 就是如果再一些再上一層那些呢 他所有東西都很清純 但是眼神是邪的 就是主要都要看眼神 對呀主要看眼神 所以這個就是那個 是一個正常的地方 嗯 但是雖然他的樣子看不出 但是如果在那個命格來講呢 算命的角度呢 嗯 那真是明顯到不明顯 真是 嗯 很typical的一個 就是我們叫做騙子的命格 所以他整個都離不開這件事的 嗯 甚至到現在呢 我都相信他都還是滿口謊言的 其實 嗯 是啊沒錯 是啊 那其實他這個人呢 就是講多一點點 就是他教風水 嗯 之前已經是騙飲騙食的了嘛 嗯 就是他有一些讀書不聰明 然後大佬出來是不是才扮醫生 是不是 扮醫生 扮 扮醫生 我這麼傻的 就是扮醫生 然後之後又說自己會看風水 有本阿爺傳下來什麼天桃布局 你聽過名字就知道是假的東西 是不是 然後就在那裡握飯吃了 嗯 但是這些呢 就是他的那個口才 嗯 是啊 就是我們講做這個很簡單而已 你找不找到吃 其實 你有沒有料都很其次 你把嘴唐唐得起 都是的 其實我都覺得做 別說其實做這項 其實做很多行都是 很多時候 人就很多都看外表的 是啊 就是譬如你把嘴唐說得好 或者presentation 就是好 對啊 那其實就很容易 已經會相信了這件事 對啊沒錯 就是未必會真的深入去了解 究竟那個人是否真的 認識得那麼多呢 或者是否真的了解得那麼深入呢 對啊 例如這些這樣的書 什麼天桃布局 這些就是欺騙一些不懂的人 就是你但凡你 很厲害的嘛 你但凡你有少少知識 你想 就是你看看 你都知道根本就沒有這本書 是不是 還有哪有這麼多避傳 老實講 風水的書籍 真正的風水 很老實 不會寫一本書給你的 全部都是口口相傳的 是 因為沒得教 為什麼沒得教呢 正如我剛才說 喂 看陳陣翁的樣子 你看眼神 眼神 我怎麼教你看眼神 我口說給你聽 或者我帶著你去看 這條粉槍是騙子 你看得多你就知道 很容易 跟你看 跟你看這個 什麼樣子 看那些叫做風水一樣 你看座山 我跟你說 這座山 有青龍白虎 是個好的風水穴 你看本書怎麼畫給你看 是 我聽 都是聽 以前古時的人 甚至乎 其實現在也是 那些人去看風水 或者看 我們又講云頭理器 看云頭都是要上山的地方 其實都是要靠雙腳去走上山 而且這些很抽象 他不能把這些抽象的東西 用實體的文字 我說都難理解了 我這樣才講一大堆 什麼眼神 你都問我怎麼看 是啊 因為這些好 這麼抽象 我怎麼寫書出來 畫圖 你都知道古代那些 那些物寶 你怎麼畫 你畫不到出來的 所以根本風水 就不能用書去講 甚至現在也是的 現在你可能出去買本風水書 你當娛樂OK的 嗯 娛樂沒問題的 但你如果真的看完 你會真的 學會一門技能呢 我就抱懷疑的態度 在這方面 嗯 所以哪有得教啊 小天徒報局 狗不答白這些 嗯 那以你所知呢 他之前呢 最 出位 那個 最撒家 眾生機 眾生機 其實眾生機 這件事是怎樣的呢 就是以你所知 眾生機呢 我先不能去正邪 即很簡單 它的原理是怎樣呢 嗯 很簡單 這個地 有它地脈的能量 嗯 有地氣 就是它這個地脈能量的流動 嗯 那正常人是你不會舔到這份能量的 嗯 那它的原理 你怎麼可以 有什麼人可以舔到這份能量呢 那在古代一般覺得就是死人 啊死人我撞在一個風水那個穴位那裡 嗯 那你的死人那副骨 你就可以享受到這個地氣的那個能量了 嗯 那它接收到這份能量之後 那如果它是 positive的話呢 正能量呢 它就可以任責到它的後人了 是的 這個就是一般我們講一些風水穴 怎樣幫助後人的原理 嗯 那它這個眾生機呢 就是將死人的方法套到生人那裡 嗯 我立一個生 你還在生的啊 我就立一個墓碑 嗯 然後裡面就放一些私人的物品 就是你個人貼身物品 嗯 你頭髮指甲什麼七七八指 聽上去好像落降頭那樣的 正邪才問 就是這個原理就是死人的方法 它搬到生人那裡 嗯 然後你人舔到 你再生的人舔到這份能量之學 是 那幫你 Oh my God 星官發財那樣就 嗯 這個就是眾生機 嗯 但是 就是 眾生機哪有 就是你看到 有很多現成的例子跟你說 嗯 那現在我們可以看到了 很多現成的例子 嗯 就是這個就是眾生機的原理 嗯 但是問題是你眾生機 我先不講那個效果很壞 嗯 那前提是你要懂 幫水穴到 誰是一個好的地方你才做 你才能埋到一些東西 那我相信他其實不多不少都會懂少少少 他不會完全不懂的 不是我覺得他一點都不懂 哈哈哈哈 不是這個不是同行相興 是的 而是為什麼呢 可以說少少 因為我們講風水 看那些叫做沉龍點月 嗯 大家會聽錯 沉龍點月 那其實在古代呢 這些就是會做這些 他們不是叫風水師的 他們叫做地師 嗯 地師是相對地 有一種叫天師 你們聽過 天師就是管天上面那些 就是鬼神那些 地師就是講這些 沉龍點月那些 嗯 所以他們有些叫做天生的能力 嗯 就是我們 你可以叫做第二功能 他們可以看到一些能量的流動 嗯 所以你說沉龍點月 是不是就是單純靠你雙肉眼去看這些這樣的山 嗯 看這些這樣的水 你就可以知道呢 其實不是的 他背後還有一個軟件在那裡 就是因為他有這種這樣的感應 嗯 或者甚至乎他有這個這樣的眼力 可以看到這些這樣的能量 嗯 他才知道那個位置在那裡 嗯 那問題是他有條毛嗎 是不是 他沒有 然後他又教人去做這些事情 那本身那個位置已經有問題 然後結果 那一定是和了出一 一定是和的了 搞和了的了 所以這個位就是說 他這些就是怎樣說呢 他的手法就是用一些我們大家坊間認識的東西 嗯 就是眾生肌 就是大家 就是師奶都會聽過一下是什麽 就是因為他所以懂得這一樣東西 是的 是的 但背後其實他根本上就不懂 就是靠一把口 嗯 那我聽你所說 那其實真的有 就是風水上真的有眾生肌 這一樣東西 風水 很簡單 風水上有沒有呢 嗯 這些是後人想出來的一些方法 嗯 那其實我們說風水其實那個原理很簡單的 他就是說怎樣去令到這個環境更加適合人 而已嘛 無論是生人還是死人都好 那所以會有陰窄的風水 其實希望是什麽 希望先人安寧的嘛 在這個位置 只不過這些任何後人是後人加上去的一些功能 因為要賺錢嘛 大家 其實你再生的人都一樣的 我放一個叫做風水局在你家裡 我不是要你升官發財嘛 其實是令到這個環境更加適合你這個人去居住而已 嗯 即是你是先人長我就給你一個沙漠 是這樣的而已嘛 那你說放了一個沙漠在那裡 他會不會說立刻飛鎌騰達嗎 嗯 未必的 但是你說他住在沙漠裡 是不是好過他住在沼澤裡 對於先人長來講 那一定是的 嗯 那這個就是他那個風水的作用 但只不過很多時候 即是無論是人的貪念也好 即是無論是想要這個服務的人貪心 希望拿多些東西也好 或者是提供這個服務的人 希望他這個技術買高些價錢也好 那越搞為越多這些這樣的 就是我們叫做古靈精怪的東西 我實在上面有 那其實眾生機轉運這件事 基本上都可以說是沒有什麼 即我聽你這樣說 其實都作用都不大的 可不可以這樣理解呢 我們這樣講 他這一刻是可以發揮到作用的 如果不是這件事不會存在那麼多年 嗯 就是買這個服務的人不是智障來的 如果那一刻沒有效果的話 他是不會可以存在在這個世界上 其實我覺得 不是智不智障的問題 是一個believe 就是買家信不信這件事 是的 即是你信則有不信則沒有 對 但是反過來你要取信於他那一刻 嗯 你也要有些東西讓他看到的 當然 反過來一個有錢人 你叫他扔一百幾十萬出來 那你要他扔之前 你一定要有些東西讓他看到 哇 原來真是這麼神奇的 那他才會扔出來的 那所以那一刻他一定是做到一些效果 但只不過背後有他的代價在 而我們常人不會知道 好了 那我們今節的時間差不多了 我剛才就說了有什麼代價 是的 那我們第二節回來 我們就再說一下會有什麼代價 好奇好 待會見